音樂 這個展覽緣起是在民國56年的時候 然後我們花蓮縣其實協會一個聯誼會的成立 到今年已經有50年了 那在慶祝我們50週年的這個喜慶的日子 我們擺了一個奇實宴 那我們想要更貼近我們的生活 希望來參觀的人他們能夠有興趣 然後進而對我們實意有好感 這桌奇實宴裡面有80幾道的台灣的美食 也可以說是小吃 那這個每一道下面有一個載具 那個載具是用蛇紋石來做的 上面我們也沒有做過多的一個所謂的裝飾 那原則上我們就是以一個載具 一個白色的一個盤子 然後很單純的放一件食材 我們用最簡單的方式來做呈現 那從文化級的展場進來 大家第一眼可以看到的應該就是餅乾 那這個餅乾呢 我用兩種方式來呈現 一個是圓形的 一個是方形的 那竹筒飯 我們是請我們當地的雕刻大師 邱清濤老師 用我們東海岸的雪花液 來做雕刻的 那這個香腸 大家都想要去拿一個來試看看 因為真的是太像了 所以這個香腸我把它分了兩盤 怕有的人在這個方向他沒看到 我一定要讓大家看到這個香腸 那用湯品來呈現的 我們有紅豆湯圓 紅色的部分我是用玫瑰石來呈現 另外一個就是綠豆 綠豆上面我們是用湯品 兩個有義曲同工之妙 都非常的像 大家可以在七十年裡面找到一些花生 跟蠶豆酥 那這個跟我們平常在使用的 大概相似度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 好 真的覺得大自然力量很奇妙 巧多天工 就覺得看了這些食物啊 覺得竟然會讓人家看著食欲大開 就好像每樣東西都很好吃 因為它真的做得太逼真了 所以看起來覺得哇令人非常讚嘆 說怎麼能夠把這些石頭 真的像食物的樣子 所以覺得很有趣 那希望在這個起食宴大家一靠近 你就會覺得它是一個很有誠意 熱騰騰的一桌菜等著你來做 等著你來品嚐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